哎好的谢谢老师介绍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讲座 讲到之前先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选这个题目 因为申请记我们的顾问都比较忙 我给大家沟通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政策 因为最近的话家长反馈比较多 就是一些12年级在申请记的 因为孩子因为疫情的话很多取消 取消ICT考试或者考的不理想 我们很多已经在申请的家长 还是非常的焦虑 不知道孩子这个分数 是否能达到目标学的要求 家长的困惑让我讲这个主题的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家长 就是10年级11年级的也在问 那将来考还是不考 寒假的话我们需不需要多一些准备 特别是已经在11年级的家长 所以今天我们针对这两波家长的需求 我们来特地做一个讲座 考试会总 我给大家总结成三个流派吧 一个就坚决改革派 这个是加州大学 最最投铁的就是他们 他们从2018年 当时那个女校长 这一开头那个女校长 他当时在任的最后一年的时候 到时候第二年的时候 他就做了个政策 说加州在考虑要取消 当时还没有疫情 他要作业改革 因为他认为这个考试是 比较偏向于我们亚裔这个族裔 他没有名创 他是说对那些其他的手术族裔 是不占优势的 所以他们一直在考虑 其实在他出这阵子之前 我们在1718年的时候 我们在带学生的时候 我们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我们很多学生 他们的SAT即使只有1023 他也能做警报会 但前提是他的GPU够高 他的高中在我们的排名里边 还还不错 因为我们有个专门针对 湾区 包括南加州 整个加州地区的高中的 UC录取的这个排行榜 所以其实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过去他们一直在内部 多一些动作 但是呢 后遇迫于永远压力 很多人就吐槽啊 就是特别是不是亚裔 很多那种少数族就说 4.3的GPA 我只能去UC Merced 就这种新闻的话 是每年都会爆发出一堆来 所以这个民怨比较大 所以他做了一个姿态 就是把他们认为 少数族裔最不擅长的 这种SAT给取消掉 所以这是非常 就是他们在细心 会计划的一个 如何逐步取消SAT 结果就是从 一开始尝试 后来他们说要搞个四年计划 先取消 先暂时取消 也不叫取消了 就是可交可不交 然后后来他们自己研发 结果前几个月说 我们研发不出来 我们没有这能力 你想想他 怎么可能研究得出来 因为这个SAT这个机构 一年的收入都是 十亿网上算的 都是一个Billion Dollar Company 包括ACT非常赚钱的两个机构 他们花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经验 去安排一个考试 你UC的话 不给老师加班 非诚想做这个考试 不可能 所以那是个缓兵之计 直到我昨天看到新闻的确定了 他们从早期做这个计划 就是计划好的 他们架根就没想让SAT通过 然后疫情的话 给他这个助力 他们就彻底取消 把这个真正的可以通过 分数去区别 哪个族裔的话 优劣势 就是申请的优劣势 拿掉 那如果有人去说UC审核不公平 这个最tangible 最quantifiable 就是最可以数字讲话的 这个数据被拿掉了 所以他们这个真的是潜行研究 因为我们一直追这个新闻 每次有新闻 我们都第一时间 追下来发现 他们根本就压根 就没想做这个替代考试 那只是个谎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所以这个美国的政客 其实和中国政客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只是说美国政客说的 可能稍微正式一点 然后第二波呢 叫坚守阵地派 第二个是有点错误的 是台宝 第二个是一些佛罗里达大学 和那个佐治亚州 这两个州的所有的公立大学 他们都是坚守阵地 我一定要考 你不教 你是没法申请的 家长记得 这中间两个是台宝 到时候我倒会忘了改了 然后第三波呢 是口是心非 就是那就所有的疼孝 他们表面说可教可不教 但是从去年的 最新录取数据来看 一半以上是交的 康奈尔少于一半 宾大哥大都是高一半的 有些学校是不公布数据的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更具体的 一些学校的分析 因为家长申请的学校不一样 我们有的家长 可能目标就是加州大学 或者加州州立 有的家长呢 就是哈耶普 就是跨度比较大 所以给大家做了一些具体的案例 第一个加州大的九所 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 也不用等明年后年了 之前我给家长咨询的时候呢 我会说 你还得几年级 那到你还得申请的时候 可能还要考 或者可能取消 你是否可以用你的 ICT成绩来增加你录取的概率 那之后 再有家长问 我觉得不需要问了 UC是全美国唯一所公开 完全取消ICT 不要 而且他们影响非常大 它是美国最大 也是最权威的功率系统 没有质疑 所以加州大学拿掉了 加州州立大学 反而他不确定 他现在呢 是test optional 暂时的test one 就这几年 他不看 但是之后他会看 他会说 目前是不确定 说的比较含糊 然后 佐治亚州 Georgia这个州 State Florida这两个State 他们是一调的 你要赶生文学校 你就要教 你就这个学校 就这个举个例子 就这个州里边 一些比较容易进的学校 他也是这个要求 这是整个州的一个政策 因为他们中立学校 是受政府的影响 然后华盛顿的公立大学 他说的永久的test optional 华盛顿大学有这么说 他实施永久 但是呢 他在自己官方 录取网络上加了一条 就是说 很多人问 你们到底是test blind 还是的 那个叫什么test optional 就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虽然名字上有点类似 但是差别特别大 有的是 就是算不算考量标准 一会儿给大家说 就是有具体的 他的别的探索标准 U-Dub是这么说的 他就是 招生官在审核 申请人的材料的时候 他是不会看你分数 他看不到你分数 但是 他说有一部分学生 就1400份SAT以上 会看 然后他解释呢 这批人如果不看SAT分数 这批人是不会被录取的 所以也就是说 分够高他会看 他是就是说 他最后假如说 他没招满 或者是他觉得 这些人说话可录可不录 他被看一下分数 就像拆盲盒一样 就是你 去挂挂乐一样 挂中奖的感觉一样 然后加州理工学院 边走边看 他本来也是说 永久的Test Option 但他实际上是在 不停的往后延 未来两年 他还是说 你可教可不教 大部分大学 其实都是像这个样子 大家看图 轻易度可能差点 但基本上代表了 目前美国的主流 黑色的就是主流 就是可教可不教 教了我一定看 不教的话 他说是不影响 不会影响 实际上是会有影响 因为假如你们学校 10个申请这个学校的人 假如说 我们在 华盛顿州 某个或者德州 某个高中 今年有10个人申请康奈尔 那里边如果9个人 有8个人教的 你没教 你没有在别的地方 特别突出的话 你就是吃亏的那一个 所以他完全取决于 你的同校申请人 竞争的程度 然后红色呢 就是Test Plan 目前暂时 永久的只有UC 加州大学是永久性的 他就不看了 加州理工的学校 之前我们提过 他其实 他教不教考试 无所谓 你可以把它当成完全不要 因为这个学校压根从来就不看SAT 因为能达到他ACT满分 ACT满分的学生太多了 他们这个学校非常小 本科大概有900多个人 一届的话就200多 然后这个学校位置也特别好 培养科学家的地方 你没就特别拿得出手的那种 National技巧 是周一级别的那种特长 你是没法录取到这个学校的 非常难录 人特别少 然后前50里边那两个 佛罗里达大学是Test Required 还有Georgia Tech 佐治亚理工是很多这个 华人家长特别喜欢申请EA的一个学校 然后我们再继续 这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 美国大学录取因素 我们常用这个表给大家 做一个具象化的分析 大家看我们把这个标准化考试 这个拿出来的 因为这个对于某些家长是不需要的 一会儿会讲到 你们怎么判断 你是否需要考这个试 然后大家要记住 就是不管这个你升的学校 假如你只升UC 或者你升那些别的学校 你把这个计时摘掉 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通过时间 和通过个人的努力 去提高你录取的概率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就是不管你是走哪条道 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增加 整体录取概率 密歇根大学前召生官 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总结的特别到位 为什么大学都将Holistic Review 如果站在很多重视考试的 亚义家长觉得 那就是增加他们这个 寻思舞弊的打引号 寻思舞弊 寻思舞弊还是少数 他们所谓的寻思舞弊 可能是政治立场 因为他觉得可能学校 需要保持一个均衡 可能需要很多手术族裔 虽然亚义手术族裔 但在录取这块 我们不算手术族裔 所以他们大学 很多家长认为 大学做这些工作呢 是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招生目的 这个也无可厚非 大学是人家开的 人家有这个权限去做这个事 但是话又说回来 对于很多学生来讲 这个Holistic Review 是他们翻盘的机会 有的人不擅长考试 有的人成绩不好 可能擅长考试 有的人体育好 有的人音乐好 有的人呢 就是特别勤劳 是这个美国的劳动委员 他就做很多义工 就是美国的Holistic Review 给了所有的学生和家长 一个更加宽广的平台 让你展示不同的才艺 去增加你都取得概率 这其实是一个优势 这是中国没有的 这个包括亚洲的国家 大部分都没有 他就依靠进攻城 他用一个简单的考试 去界定孩子能力 其实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 很多人都不擅长考试 擅长考试的永远是手术 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 为什么考试存续 刚才讲加入理工 他你可以把它当成他要不要 因为还是那句话 你考ACD36分 也保证也保证不了你的录取 他就说2022-2023 目前还是说你可教可不教 Test不按了 不是可教可教 就是说他教了也不看 其实这个学校还是那句话 你教不教没有区别 华盛大学 这个学校本来 我们最早以为 他也会坚持和加州大学 一样走下去 不知道 加州大学对他影响会很大 因为他们都属于西海 两所非常liberal的学校 其实liberal is through there 不太合适用 就是比较 lifeline lifeline的那种学校 他们就讲平权 他们就认为 教育是给人家 低收入一个上升的阶梯 他们是这么坚信的 但是很搞笑的是 我之前看了一个 纽约时报的视频 家长可以看看 纽约时报官方 YouTube频道的观众号 他最近有篇文章就讲 liberal hypocrite 就是自由派 还是左派的那个虚伪 虚伪主义 他怎么讲呢 他说作为加州和华盛大州 这两个州是高高唱 就是要平权 要平能 要帮助地数 这两个州是全美国 屏幕差距最大 房价涨得最快 加州的现在房子均价 应该是70多万左右 这是非常恐怖的 美国均价可能就30多万 华盛大州也是 我现在西雅图待了四年 非常美美的一个地方 现在的话就是 屏幕差距非常大 自然非常的差 加州也是一样 所以这两个州 其实是兰州 但他的口号和他实际上 之前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非常有意思 这个现象 就华盛大学 你看他目前 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实际上有一种选择是看 然后不看ICT 那黄盛大学看什么 今天为什么用 黄盛大学做案例 因为我们最近很多 外州德州 包括黄盛大州 包括很多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佐治亚州 Georgia很多家长 来自行 我们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打算 之后会用一些不同的案例 不光讲加州 因为加州的话 你如果跟我们 听很多角度 你很熟悉 然后黄盛大州怎么看 他看四个点 这个学校虽然是公理 他的话不是招生官看你 他有一些固的 就是那个 叫招生助理吧 就临时工 他们就是看孩子的材料 花多少分钟 平均几分钟 看一下材料 打分 他们有打分系统 你的成绩 你的推验性 他会有个分 卡到这个分之后 他就开始录 最高分的录一批 然后次高 再次高分 所以他这个非常明确的 一个功力化录取的流程 但是他都说了 你看他看几个点 第一个 Commit Service and Leadership 就是孩子在学校的 这个领导力 还有校内校的领导力 很多方面 这边不展开讲 然后第二个 就是家庭社区 还有包括工作 还有活动中 那种叫responsive 责任 就你可以不是领导 你可以完全不是一个 什么主席 副主席 officer都不需要 但是你有你的责任 你怎么去阐释 你在这个职位上 所做的贡献 对这个社区 对你的组织产生贡献 他们非常在乎 这个通过你的写和描述 来表达 但是你没有这个活动 做依托的话 你写不出东西来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白了就是 你能够拿AP课程 足够的AP课程 包括AB 个别学校是AB课程 它上面写了 虽然你在 你的家境 可能有不利影响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些hook 就是那钩子嘛 之前我也讲的话 就叫比惨 就真的是比惨 这个不是在讽刺啊 你不知道这个孩子遭受的什么 你举个例子 咱们最近那个视频 就是一个女孩在地铁里边 建勇为被那个 被几个非裔的这个人给殴打嘛 然后现在在大家在众筹 很多完全家长捐了很多钱 就假如说你想想 这个孩子如果是申请记 他打伤了 他在医院 他客厅对吧 然后他的ACD分数也会受限 如果他没有考的理想的话 他AC写不了 对他心理又创伤 这些呢 只是一个小孤立 还有一些人 他常年他家庭环境的影响 他父母受教程度低的影响 或者是父母家里边 有一个是有残疾 就这些都是美国大学考虑因素 他是给这些人一个公平的机会 你要解释 你有没有这个特殊的情况 包括COVID 对吧 有人得了新冠之类的 所以他就在讲 有没有 就在这个情况下 你还能拿AP课 那他一定录你 即使你没有ACD 所以美国大学公平就公平在这 他给你足够的空间 当然这里边会有money 会有一些人欺骗 或者是他就是用一些造假的手段 这种是少数 非常少 大部分人在美国是非常S口的 而且他能看出来 就推荐性的话 他应该有个比对 而且你的家庭收入 和加州的话 他是报税的 还有你住的地方 他多方比对 这边赵生官的话非常有点 他能够瞬间判断 你是真还是假 你假 举个例子 我们曾经有个学生 特别像山口国学校 加州的 他读了几年四校 但是他收入报的非常低 UC就是给他home 就没路的 因为你收入和你的 就说明你没有正式报你的收入 你读的四校非常贵 就这种案例我们每年都有 所以招生官是多方面比对 和你们做当年面签 美国签证是一样 他一直是这套系统 所以 但这个呢 只是给华盛州 这也充分体现了 公立大学的主要属性 我是为了本州付费交税的公民 所以加州大学也是 他非常在乎本州的 这个公民的这个 都学的指标 第四个啊 这个如果你们在座的孩子 要申请华盛顿西雅图啊 一定要考虑第四个点 对文化 对cultural readiness 对文化的这种感知力吧 我当时申请都是写的文书 我记得清楚 那个文章特别的长 我花了好几天想什么叫文化 你不懂吗 刚才我英文不好 中文是可以 但是就怎么去把我的一些思路 给转化到这个英文文书里边 花了很多篇幅 因为华盛顿大学的文书 还是比较长的 还有独特的观点 还有经验 这个是大人无可取代的 很多家长喜欢替孩子 想一想文书啊 编一些那种 这个叫情节在里边啊 一眼就看出来了 因为那里边有成人的痕迹 为什么呢 你作为一个四十岁 五十岁人经历的东西 孩子不一样 他对一个事的反应是不一样 而且这个人在生活上混得越久呢 他的相对功力性比较强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人 人类如果不功力的话 他不会是地球上的 这个主要存活的 这个动物群体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孩子呢 他像有一些智能的东西 他招生观世 是能够看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般在改文书的时候 家长呢 如果有掺和的比较多 我们一眼就看出来 我们基本上就会改 大再版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看的 这个孩子 他可以没有任何经验 他可以没有做过 义工什么都没做过 但是呢 他对文化的解读 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是绝对特别的 因为每个孩子 成长经历不一样 他看的东西不一样 感知的东西不一样 他的本身的这个性格 特点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抓的是这个点 这个就是 很多家长担心啊 我们孩子比较普通啊 不普通 没有我们没见过普通孩子 除非这孩子不说话 他只要开口 我们就知道 他跟我们沟通 我们就能知道 他不一样的点 而招生官就希望看这个点 没有好坏之分 只是独特性 这个是个人特色的一个体现 但是呢 有些孩子的性格 当然他什么都没做 假如说他本身的话 就是在组织里边 就打酱油 或者是比较喜欢偷鸡取巧 那你的性格 这块是真没法写的 因为这个是比较 和集体环境所排斥的 所以他看到 这些性格里边 能够有价值 就是体现人性每个东西 我用这个学校做案例 给大家讲所有的学校 你看 黄生大学是录取率 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学校 即使对外周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学校 它录的 它除了计算机 本专业 还不是公共学院 它录取都可以 计算机专业是个位数 非常非常低 工程学院还可以 你在里边细分比较多 工程学院转计算机 也非常难 这是黄生大学一个特色 大家看 就是分数 和你的课程 拿的重不重 很多家长说 我们是拿 你对普通课的全A呢 还是拿 这个 几个南课的B号 非常简单 你的目标越高 你这两者 兼顾的这个需求越大 因为 你的 你的 每个学校会 给他 给这个大学 发一个school profile 他们上多少课 如果在学校里边 十几件AP课 你一件没拿 你全A 即使你的学校 ranking排的特别高 但他一看 你也会被 排名比较低很多 但是拿一对AP课的 学生给挤掉 因为他们是专业的 这个rigal非常关键 因为那个 拿简单课 这个招 这是太小的课了 然后 take forward advantage of senior year 这就是我们学生 压力最大的地方 我们很多加入 我们比较晚的学生 90月份加入的 他们真的是很辛苦 假期都在这弄 弄文书 弄那些材料 包括自己过去 这几年的这个总结 因为写文就非常难 这个文字非常少 但是呢 他的这个权重太高 所以家长的话 孩子压力非常大 但是呢 同时你要上很难的课 你看 你的12年级课 应该是比11年级 要重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顺序 你应该越学越成熟 所以说 12年级孩子上半年 非常辛苦 下半年会比较轻松一点 11年级本身也比较累 所以他都看 就是每个大学 都会让你看 报12年级上课的这个课程 包括你的 你12年级上完课了之后 你的成绩 除了ED ED的学校不看 然后 positive great trend 就是有些学生 孩子成绩比较差 但是也没事 因为如果你的成绩是通过努力 后天可以补上来 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反的 9年级全A 10年级一半B 11年级全B 你基本上能录取学校的概率 非常非常低了 不光GPA 你这个趋势非常非常往下走 就是有非常大的问题 按道理 如果你的努力是一样的 学习方法是一样的 你应该是成绩越来越低的 因为11年级的课程越来越难 之所以他要求越高呢 是希望他在学习中找到方法 你会越来提高 而且也是个就是竞争的过程 因为学校就那么多 大学好大学就那么多 美国有几万的高中 好的学校就那么多 所以他必须通过一些方法来解释 来甄别 然后这就是政策的整体啊 一个是test required test optional 还有test blind 这个不用担心 大家基本上看这个图就行了 大部分都要考了 一会会讲到什么学家长 都需要考 然后这个呢 就是这场反考试革命的始作用者 疫情只是个催化剂 疫情之前呢 美国拼命差距就有相对 就是说 但是不那么明显 因为疫情大量的失业 通过通胀 包括力气极低 很多高输入中产 就是购买力比较强 就推高了房价 油价物价这些东西呢 综合因素很多 我也不是进学 我也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这个原因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当你拼命差距越大 收入模特越激化 他会出来一些政策 来缓和这个东西 美国的国策 就是你就业力为导向 所以这个数据就是2000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亚裔的分数最高 而亚裔的足益在美国 不到7% 而亚裔分数高 其实上大部分是靠 东亚裔拉起来 东南亚裔分没有那么高 当然这个和组组没有关系 这个是我一会儿会讲到的 和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些国家的话 它是从小数学好 和天赋没有关系 就是后天的态度和努力 最近给很多家长推荐的书 就是一类 那个作者 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他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 为什么老多西方 西方社会 包括欧洲 包括美国 他们认为数学不好 他们甚至开始 做一些研究 就查是基因里边 这个逻辑这块的差 实际上没有太多的证据 来证明这个东西 反倒是他认为是文化层面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说在整个 他举断没有中国 他举的是新加坡 东南亚这些国家 包括日本 他说 他就说这个劳作方式不一样 他说在中国的东南沿海 包括南部 就是大部分以稻田为生的时候 说这个水稻 这个工作 可能是人类历史上 最最艰难的几项劳作之一 他和周迈的不一样 就是他要整体的这个过程 是在水里边 是要弯着腰 就是他那个过程 是非常累的 他说 作为一个东方人的祖先 他可能从早上 天不亮 到天晚上 就说白了 现在996 他忙碌一年 才能保证不饿肚的 而在西方呢 不管是工业化的原因 还是因为他土地肥沃 人少的原因 他们只需要到中午 下午就喝酒 这也是能体验 为什么到现在 西方的这个假期非常的多 而中国的话 只有暑假 这个大的节气 包括过年 暑假是因为 当年的时候要收割嘛 对吧 要有一些农活要做 所以他分析这个 是文化想 他说文化呢 不是一时的 是时间的积淀 说因为这个亚裔 就整个东亚裔 他举的是 他们建的问题 是解决问题 他们就是有困难 克服困难 机器化成的 可能比较落后 但是他们养上这种习惯 就是 跟环境做斗争 做做正常 而西方呢 是想着怎么绕过去 就说哎呀 这个地不好 那怎么办 我们发明一个阶线 要搞不定 我们就换个地 就去别的土地 从欧洲啊 征战到美洲大陆啊 什么的就这一套 而他的例子就是说 西方更喜欢 找客观原因来解决 就是他会认命 他会认为 这个事不可不可逆 这个这个这个 究竟这孩子有多多正好 那就算 不适合学习 学习正好他就放弃 而亚洲呢 没有这个事 呃 对吧 我们看看 我们觉得数学不好 那我补课 补课不好的话 换老师 就是这两种态度 造成的数学最大差距 而他说呢 数学不是那么难的东西 他说到微积分之前啊 他基本上是通过努力就可以 他说有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啊 呃 全世界有一个 针对数学的一个考试 就是怎么评这个国家 你美国 咱们经常说 美国的这个数学 是全世界到数的对吧 呃 他怎么测 他有个考试 是在一些定点过程 做做测试抽样 他就测了为什么美国的样 他说特别有意思 他说他们做了两组实验啊 就这个考试呢 分数一刷 哎 那整个那个什么新加坡啊 东亚这些国家都排特别高 欧美国家都特别低 他说这考试呢 呃 非常长 大概是一个多小时 就是他问老的问题 不光数学就很多问题 后来他中间老的小孩就give up 就说他都没有耐力 后来他们做了同组实验啊 就这些考试呢 他完全没有数学题 就是一些问题 问一些什么个人信息 反正就是增加 就是从从通过长度来检验 这个孩子的耐力 有没有耐心做这个事 他说从这个完成度来看 亚裔的小孩的分数依然很高 就说这个态度非常关键 而和这个能力 这里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发现 也是给大家讲啊 就是为什么SAT啊 现在变成重视之地 因为整个文化的一个冲突 在中国人看来啊 咱们就只讲中国人啊 呃 我们出来就是解决问题 包括印度裔 就最后有很多很多工程师 我们遇到问题 我首先想说解决问题 而他们呢会考虑 是不是我不适合这个问题 就是这是老美的一个惯用思维 而而他们这是为什么 他们一看 哎呀 你看呃 工资最高的专业是STEM 而STEM里边亚裔特别多 别的组织特别少 那再看这个录据 那怎么控制人家哎呦 那ST比较高 这个录的比较比较低 那我们就ST下手 他不想去解决根本问题 其实太多 他解决的是表面问题 但这个没办法 这个就是一个现实 我们只能去克服 然后第二个就是现状和未来啊 呃 刚才提到了就是美国的高中 这是目前最新啊 他再往后的就没有 这是美国教育部的一个数据啊 目前的话就是呃 初中加高中加起来 包括那种combine 小学初中高中在一起的啊 公立的话大概有三万多所 私立的话三万两千多多 私立一般的比较小 这是涵盖了美国所有的呃 公立和私立注册机构啊 美国的大学呢 四年制的只有两千八百多所 然后呢 大家常说的排名前一百的 或者是文理学院排名前四五十的 也就一百五十所 对不对 呃 除去个别军校 除去个别你们不喜欢的州和地儿 没多少学校 所以大家都都在挤这些学校的时候 就会竞争非常激烈 而这些高中里边 每个高中都有一堆权役的学生 这个包括ICT 他每年有很多一千五百五以上了 所以这就为什么家长觉得 为什么难入去 是因为你没有站在一个全国的层面来看 多少孩子是符合这些学校录取申请条件 这也是 这也是为什么卷的一个原成 我觉得不叫卷 我觉得就是 你的欲望和你的努力和你的能力 是否和谐一致 因为如果你的欲望特别宏大 你要么就是呃 确实环境比较恶劣 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实现 或者呢 就是你本身不够努力 呃 either way 就会产生这种心理恶畅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还是发现重要的特点 有问题解决问题 也是是是是个调整你的预期 假如这孩子第一次考ICT考了一千多份 他想将来刷到一千一千五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case 这是一个呃非常残酷的现实 但是美国就这么好 你不需要ICT 有很多需要你可以录取得了 你领导力做得强 你一工作的够多 呃 你只要把GPA给拉得差不多 你一样可以进同样好的学校 所以这就是美国相对共同的地方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考试 呃 然后下一个就是ICT啊 这个就是所有美国大学在招生的时候 为什么看这个分数啊 大部分都是在中间 包括你在学校里边拿GPA 他基本上是保持呃 就是这个人的正常分布吧 就是不是学校刻意 就任何一个呃 有需要来选择人的考试 就是他他不是不是像驾照那种考试 他都会呈现一个正常分布 但是不会那么完美的一个中心曲线 但是这就是分数的一个区别 如果这个ICT有一天 他这个曲线往偏 我偏右了大部分人高负的话 他一定会做改造 这个为什么ICT会经常换 然后ACT的话 目前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但他的题一定会根据难度做调整 如果大家都把这个考试摸清了 他会增加难度 因为他要保持一个完美的中心曲线 这就是2020年 啊 考ICT ACT的分布图 那个这个红色代表考ICT多 蓝色代表考ICT多 呃 就是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ICT ACT和在美国一样的流行 就加上不要有偏见 呃 沿海地区确实喜欢考ICT 这是很意思的现象 然后呢 你看这两个考试的就是交替嘛 就差不多 其实没有没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只要考一个就够 而且往往呃 这两个这两个不太适合 就不适合一类孩子 然后大家看一下 从96年到2018年 就ACT的满分率啊 就是百分之零点零几 这是ACT的一个困惑 如果在十年前你考个ACT满分 这其实等于是拿了一个州级别的奖啊 因为非常稀缺嘛 但现在慢慢增多了 ACT满分呢 一直没有公开数据 但是应该比例差不多 按照考试设计的本身来讲 大家看ACT满分的趋势啊 从97年到74个 一年啊 三千多个 三千多个 那就不值钱了嘛 你想一想 这三千多个如果都升哈耶普的话 那那你们就考3435就没有优势了 所以为什么看课法 还能看文术 对不对 还有推荐性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是97年申请的话 你升任何学校都能够被录取 因为很少 全国就70多个 然后这个区间呢 是我们接触的学生比较多的 通过努力啊 通过呼和补课 基本上一千三百多到一千五百多 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个区间 我认为就是中心区间 在右边这个就是 一千五一二 右手边这个图里边比较多一点 就这个区间 相对的ACT就30到33 当然我们也接触很多孩子 在这个区间比较低点 这个非常正常 一会儿会讲到什么孩子不需要考 不用担心 你有考试焦虑 或者你不擅长考试 没事 有很多路子可以走 然后再看我们之前 最近发的篇文章里边提的 就是这是ACT公布的考试分数的 一个分布 亚裔考生 在全美国来讲 27%的在1400分以上 非常夸张 不敢打赌啊 这里边27%里边90%以上 应该是中亚裔 就是华人和印度裔的家庭 为什么 两边家长的话 收入就要成分高 然后呢 在教育投入比较大 而且他们在美国 这两个族益的收入也是非常高的 收入高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们收入高 所以分数高 很多美国机构鼓吹 说啊 这个ACT分数和收入成正比 我们有个顾问写过一篇文章 说这有罪吗 我在美国通过努力 啊 这个去去 去获得一个很好的收入 我收入高 我还在ACT高 就是问题 其实这条件的问题啊 不管是哪个家长啊 通过技术移民 还是通过这个教育移民 来到美国 他们通过自己努力 白出起家 在这在这发展 他想收入高 这是他能力的体现 他的工作态度 他对机会的把握 他的努力 他的加班 对吧 包括他的工作 聪明 包括学校教育 他都是综合体 他们已经在社会 证明他们处于精英 对吧 中产以上 所以 他们的孩子 不可能差 因为受众的影响 就他们的习惯和态度 这个更多态度 父母对孩子影响 更多的是行为习惯和态度 所以这个点是没有人深挖的 他们就说啊 这个有钱人 这个这个分数就高 他们就好像在意子 就说啊 这是有钱人的一个专属 有钱人的补习班 其实真不是 我一直认为 美国的这个免费资源 是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 任何一个图书馆啊 再差的去 你去 你随便借他的最新的 这个考试准备书 他网上有免费的提 而且很多这么多非典论 就免费给你交一堆 网上YouTube一堆课 资源一直摆着 你永远的问题 当然 还是有话 有些孩子 他再考也不适合考试 就是有些人不适合考试 这个排除啊 适合考试的孩子 他想努力是肯定有资源的 所以就这个现象 亚裔为什么卷啊 是因为亚裔这批收入高 父母就是教育的 高等教育的既得利者 所以他们会影响孩子去努力 当然不能给孩子亚裔太大 你是清华毕业的 你是哈雅普毕业的 不代表你孩子的学习能力和你一样 他可能别的地方比较特长 他对音乐对空间 对艺术可能比你更强 但是他不见得在学术上 因为我们的人 我们人的基因啊 都是上面几百倍 几十倍祖先 各种混乱的排序组合 给排泄出来的 你不知道你基因里边有哪一条 是哪个祖先的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家长 千万不要有这个偶像保护 你当年学学特别好 高考保送和孩子不一样 个体差也非常大 然后呢 大家看加州 加州这个很有意思 加州呢 平均ICT的比例是32% 其实你一看和全国来比的话 这全国啊 274% 加州也没有特别高 所以只能说加州的亚裔比例 亚裔比较多吧 就是代表了一个比较大的现象 在这数据出来之前 我是认为加州呢 是会高很多 其实目前来看不多 也就是说 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亚裔 他 他都是发展的不错 就是对孩子教育投入啊 包括父母这块的这个 这个工作态度 还是那句话 我个人笃信那个 社会学家 那个葛安博 包括畅销书作家 他的理论 SAT和数学好 亚裔来讲是太多问题 不是能力问题 不是基因问题 是太多问题 高分率第二组 你看 这个高分率啊 作为是非议的话 2% 西议2% 这个叫白人是16% 亚裔32%的高分率 非常夸张 谁不用再考SAT啊 这个是咱们的题目啊 这个呢 就是非常形象的 这个 讲一个中型曲线吧 就是 就是编辑效益地点吧 这个说白话就是 你吃第一个冰淇淋的时候 非常爽 第二个第三个 你可能腻了 到后来你可能想吐 是吧 包括吃自主餐也是 开始兴奋 人的话都这样 在食物营养学 它叫Blizz Point 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适合的这个点 就是三种东西 是可以让实际上美食 达到极致的 盐 油和糖 这三个 有本书上面写的一个 特别好玩 他说所有的做美食的 不管是垃圾食品 还是那些大厨 他们都研究这三个的比例 后来我马上联想到了川菜 湖南菜 辣子鸡丁 如果做的比较好的话 有糖 有盐 有油 美国的这个 汽菜 有奶茶 它也兼具这三种 所以一样 但是呢 有一个点 他一旦突破了一定点 他一定会减少你的心里边喜悦 那个那个那个 感光的刺激 同样ICT 我们见过很多学生 他们刷了N多道题 不是偷懒 也不是老师教的保 他从1200多 到1400多 大概用了半年 但是到1400到1500的时候 就不行了 高低高低 到最后卡在这儿 甚至越考越低 这种现场非常多 我们因为我们每年都有那个 冬季都有那个ICT快班 夏天有那个长班 我们都接触过很多孩子 我们实际上不是在 鞭持 在让家长在加班 我们和老师沟通 我们的公众和老师沟通就说 这孩子是工作态度怎么样 就他做题是偷懒 还是真的是用心的 他错题的这个规律在哪 他错在哪个地方 包括我们结合他GPA 我们就做个评估 我们就知道 他已经到极限了 我们不会随便说这句话 就我们能看出来 不光是分数 我们因为他的这个考试习惯和老 和我们自己培训老师的反馈 因为我们顾问和老师是正常有沟通的 所以当你的孩子 是遇到这种情况 我建议不用再考 特别是你们现在已经12年级 没必要懂得最后一次 因为可能孩子压力更大 影响着现在的分数和申请 没必要 就是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 另外一种scenario 就是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呢 就是考试焦虑 这个在美国他真的这么叫 他就是一到考试就紧张 他GP特别特别高 我们经常有这种孩子 不管是父母给的压力 还是自己的那种压力都有 所以家长他是不理解 所以我建议家长的话 要根据孩子的情况 做具体的判断 因为很多地方可以体验你孩子 可以给这个招生官信号也很强 不一定非要通过考试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事了 Test Option呢 给了这种孩子很多的空间 但是话说回来 有些孩子擅长考试 他考的基础分不低 他只是懒没有做刷题 那这种孩子你要尽量鼓励 或者引导 甚至是鞭持他 让他努力 因为这可能是他一个大的方法 他要尽量的利益这个特长 然后绝对不用考的 这种孩子目标 你就考加州大学 你说我就喜欢加州大学 我交通多年税 我就要在这读 包括有些家长是免费的 你像加州大学 我记得目前吧 8万家庭年收入 报税上在8万5以下的 免费的免学费的 生活费你要交 而且有的家长是觉得 哎呀万人不安全 你还不在加州待着呢 至少父母能看见 最近这个一些恶性事件比较多 那当父母的肯定是不希望 孩子跑远 这个我也理解 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加州大学 包括这两年加州州立 你也不用考 因为这个真的是 完全没有你交了白交的 跟你不看 然后呢 但是有几个条件 因为我不是希望 每个家长就是孩子 就去UC就行了 因为UC底下那几个 如果你是水专业 其实很好录的 好专业排除 所以你的GPA够高 然后你的课程又够 拿的够多 就是够advanced 然后第二条件 就是你的高中历史基论 都很好 家长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Litease.com 去看看我们的资源page 那个page里边呢 我们通过UC公布出来的数据 把湾区航 每年录取UC 超过一百个人的学校 做了一个完全统计 北加州 南加州 我们都做了统计 我们评估的这个数据 纯数据导向 没有个人因素 结果呢 我们在和圣地亚哥的家长 南加州家长沟通的时候 完全和他们同步了 你像南加州有个叫什么 圣地亚哥有个叫什么 Valley的那个高中 Valley什么 某个公里高中 非常好 每年也是一百多个 伯克力和UCLA吧 加起来得两百了 两个学校 非常强的学校 但是又重复录取啊 这高中 就是当地最好的空气困 然后呢 南加州的那个 Diamond Bar Public High School 我们有几个学校在那 他们就是我们排第二的南加州 就是他们录取的 这个UC的比例就非常好 所以就是 这个UC给的数据 非常好的评估 这两个学校的 不光是UC 他们的腾校啊 前二十录取的 也是一样的非常强 在南加州就是 完全家长心理中的 No.1 No.2 所以家长可以去 往往去看一下这个数据 就是你的高中 如果在那边排名不错 你的成绩相对可以 那你能在前三 前五的UC里边 有把握 拿到offer 这个是我们希望做到 因为家长都知道 UC大家都喜欢 大家还希望努力 能够进到前六个UC 而不是后三个 后三个相对这个 reputation没有那么强 但当然了 如果你还得是学工程专业啊 CS那种好就业的 我觉得去任何一个都不错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 活动经历文书专业的匹配啊 这是这两年的一个趋势 往年 如果您的孩子GP特别高 高中也很牛 咱们这边啊 不管你是在北加南加 你的高中特别牛 刚才我说的丹梦巴啊 我咱这边的 Doherty啊 这个Low High School啊 还有Linburgh这种学校 你如果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你成绩特别挺好的权艺啊 然后活动其实差不多 假如你的活动是偏领导力的 你选一个生物 选一个这个心理 它都能录你 即使你的活动 经理文书专业 不太匹配 但是最近三年不是 我们很多好的学生 他就止步于UCO UC Berkeley 因为他坚持要学 自己喜欢的专业 而不是过去三年活动 能呈现的专业 我们有的学生 甚至活动里边 非常散 这个做那个做 我不知道是兴趣使人 还是父母带着到处乱跑 你看不到他的pattern 对吧 没有规矩什么都做 然后他文书里边 写了一个和活动 一点关系没有 他就希望通过文书 来打动招生官 说他要学某个专业 你这样的话一定会被拒 这两年是肯定会被秒拒的 他不会要你 UC主要看第一专业 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就是也就是证明 成绩好活动又匹配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往年可能都不多 所以说 你只要看成绩好 我就录你吧 你不匹配不匹配吧 反正我们UC这么多专业 现在不一样 现在他非常在乎匹配度 而且UC经常说 UCLA UC Berkeley说 我们不在乎专业 你录取都是学院 从逻辑上讲 他是这么说是没错 但实际上不是的 他在看的时候 就是看你的匹配度 你选择专业 他就能证明 你是否深思熟虑 你是否做过足够的research 去证明这个东西 然后又回到这个点 家长看到了 我把这个直接拿掉 其实我没有缺失 中间这个地方 其实愈合了 就这个地方 他等于是把它拿掉了 但是呢 你别的地方 就足够的突出 你像你的GPA 要伸展开来 然后呢 文书往上顶 或者别的地方 你要足够的努力 来弥补这个ACD的缺失 因为假如说你们高中 大家都不教 你几个 说今年我们大家都申请了 那个员厚厚布金色大学 好 我们来签个金色学业 大家都不教ACD 其实也挺好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都不用考了 但是这种军事学业不肯在了 因为每个家长都在 都不知道对方申请哪个学校 而且这个也是隐私嘛 所以我就想 如果你不确定 你们高中有多少人考 你又没有考试焦虑症 你尽量还是考 但如果有的孩子 发现考得特别低 低于自己的这个GPA的匹配度 我们有个匹配表 你的GPA到一个程度 你的ACD得差不多到那个程度 当然和高中有关系 如果你达不到 那你就别教 就利用力的 这孩子395的GPA 就拿了两币 全是AP格都上买的 ACD考虑1200多 甚至1300多 那我觉得还是不如不教 不教的话 这个神秘感更强 你教的话可能漏馅 可能不好 就会吃亏马和别人比 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因素 虽然我们今天主题是ACD ACD 加上一定要看全局 越往后11年级 就目前已经10年级 那可能ACD 对你来说意义比较大 因为原因是你的变量变得越来越少 前面这一圈东西 红色单变不了 这些绿的 你能调整的范围很小 但如果你是9年级10年级 你说我孩子不太擅长考试 假如说在我们这边做测试 发现不太擅长 那我觉得你可以从长进 这绘画 然后可以不用考的 你要申请前30 你不想考 可以 和我刚才讲的一样 你把这几个点做好 你的高中首先比较强 就是每年录取学校的 这个结果都非常不错 然后你的排名 和你在学校里边 整体的profile比较强 推荐信 个人特长 经历坎坷 经历坎坷和个人特长 是互斥的 也不是互斥的 是可以共有的 假如说你推荐信又好 个人特长又突出 然后经历坎坷 家庭数据一般 或者家里边有额外的负担 那你的录取好学 的概率会非常非常大 但大部分我们接触的中产 华家庭是没有这个经历坎 这时候的 还都比较顺 反倒有的时候比较矫情 说一些 我放学照顾妹妹弟弟 照顾爷爷奶奶 这不废话吗 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你为什么不照顾 对吧 你在家里白吃白喝 照顾弟弟妹妹爷奶奶 有什么不好吗 你天天学习吗 你做个精致利己主义吗 对吧 所以就有的时候 我们就不好意思说 就是你要作为权比来考虑 有些孩子确实是父母觉得 交上惯养 有的就是什么都不让他做 但是你不知道 在现实中 加州有多少 全美国有多少孩子 他生活中所遭遇的 你不知道 因为我们有些顾问是做义工的 他们我们反馈 有些孩子家境是非常的长 但他们那种能量 那种 那个work ethic 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你像最近有篇文章 讲到在圣地亚哥 有一个学生做的MIT 他是有间动症的 那个孩子坐在轮椅上 他妈全职照顾的 非常励志的一个护士 他数学各种竞赛 就是他 他从小就在后背 那个几节定了很多的钢筋 就是为了固定 因为那种小孩的话 他最后就和霍静一样 是一旦看过不好 是可以窒息 这种小孩 你怎么比 对吧 就是有的时候 家长就有时候焦虑 我觉得就是 他没有从圈局看 他只是从身边的几个人 因为他自己高学历 他心边都是那样 都差不多 所以他比的时候 他觉得 就会想一些别的方法 其实没有必要 你从圈局上看 很多人美国是收入非常低的 所以这是美国大学 考虑的一个点 我不认为他是绝对的坏 只是说他操作起来 有些是有事偏颇的 所以这个现实家长知道 就是你在讲经历堪格的时候 你要真的来和 更大的范围来考虑 你的经历是否真的坎坷 然后可以不用考ST的学生 第三类就是说 我的目标就申请30到120 排名不高 对吧 那其实我用的一些词 非常的谨慎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 就是你成绩不吹 中等左右 成绩的偏上 然后你的活动尽量匹配 其实到这个程度上 你如果申请五六十 七八十排名的学校 你的活动啊 和你的这个专业匹配度 不用那么大 他也能录你 因为那些学校 这个录一百个人 可能就去二十 所以他差不多他也录 而且加州的小孩啊 包括华人所在的 州比较多的 华人州德州啊 包括纽约啊 整体成绩确实 在美国是比较强的 所以一般比较占便宜 然后呢 第四个就是 这些活动尽量匹配 特长天赋 就可以了 然后谁必须考啊 说一半 光说不考的 很多家长 我相信他也是需要考的 就是你的目标比较高 你看这些大学 非常明显 美国再怎么喊 他不在乎考试 你看这个趋势 排名呢 和名气啊 一般和这个录取 这个这个ICT分数 是有相关性的 就他的这个 录取的学生 这个ICT的分数 中间中值啊 中值的50% 这个数已经是有点过时了 目前很多学校啊 他中间50% 已经到满分了 就他 前25%的录取人里边啊 都已经是ICT满分了 就是很多 滕校已经这个程度了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然后呢 你看 从排名 刚进前50的普渡 到咱们湖安区的一个新贵 也是50多名排名的深海大大学 一直网上 他的分数是排名 随着排名狂张 如果家长是 以这些学校为目标的话 孩子比较早 或者整体profile比较强 那你ICT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和你同样的申请人里边 几乎都在考 特别是亚语 而且高分率比较高 这是不可避免的 有一个可避免 如果你不想面对竞争 那你就降低预期 还有 还有一个research 今天没法展开讲 就是名校 对收入低的家庭 为孩子 就是 两个学生 一个低收入 一个是中产 他们都进名校 低收入那个将来的 这个收入提升幅度最大 原来中产那个幅度非常小 这个回头可能 但不要写文章来讲 这个今天没法讲 然后今天的话 就顺便推下 我们的这个winter book camp 我们是特意避开的假期 孩子在圣诞节放假玩 到新年假期之间 我们弄了六天四场考试 我们把强度降下来了 有两天呢 是上午考试 下午讲 有四天是这样 有两天中间两天 给大家一个缓程 就是一天考试 一天一天讲 为了给大家 因为每年寒假 都会办这个班 但是呢 我就是希望家长 不要太慌张 我们这个目的 更多的是希望初中啊 包括那个九年级 十年级 数学比较好的小孩 他能够提前测试 自己属于哪块 这里边有ICT 有ACT 你可以全上ICT 你也可以全上ACT 强度不大 然后呢 但考试本身四个多小时 强度比较大 然后呢 你也可以一半ACT 一半ACT 因为我们很多家长 不确定孩子适合哪一个 所以他通过 这个一个短的班 用几天的时间 做一个评测 那将来就知道 我到底要不要考 我将来如果只申请 我是不是要只申请假注 因为我ICT 好像我的孩子 成绩是不太好 特别是已经适应 研究的孩子 你如果不测一下的话 你可能将来花的时间 就会在一些 没有意义的地方 所以家长可以 扫上面的那个二维码 联系我们的Lindy老师 他负责课程 最后的话 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谁一定要考啊 第一个情况 你所在的高中 缺乏竞争力 我给大家举了 弯曲低高中啊 这个高中是9分 或者10分 记不得了 在我家附近 然后呢 他的ICT平均分 是1200多 不是那么高 但是他们学校 提交ICT不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假如你GPA没有很高 你可以通过ICT的高分 假如你比较擅长考试上 或者通过补习 你提高了 你来冲击好的学校 或者这个学校往年 可能就录一两个腾校 但是呢 你想突击更好的学校 就是你在 你冲击权益 在学校里边 活动也比较突出 我们学校从来没有录过 并大各大或者哈佛的 你怎么冲击呢 你必须通过ICT来信号 这个学校 这个就是 大家平均分1200 你考1500多 这就是一个信号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 你的高中缺乏竞争力 你考的话 可能会让他们另眼相看 因为他就可以把你的成绩 和全国的这个申请来做 做比赛 然后第二个啊 反的 你所在高中竞争白日化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 写文章 在弗吉尼亚州的 全美US女排名第一的工艺高中 托马斯杰弗逊高中 这个学校呢 现在也常要改 要改成抽签制了 结果 这个学校的分数多么惊人啊 他们的平均分啊 平均分 ICT 19年那一届啊 是1500一 这个平均分 他不是中位数 中位数可能更高啊 然后呢 他们这个ACT34.4 这个非常恐怖 就这种学校呢 你如果ICT低的话 你是吃大亏的 因为平均分太高了 所以你不得不高 因为本身学校的竞争力在摆着 而且你们学校 大家都在实行那几个好的学校 哈耶普斯 可能或者 可能要有这种学校大得神 所以这种学校也是被迫 所以我后来很多家人讲啊 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读 那种特别难的学校 因为他可能在里边会很吃亏 反正在一个普通的高中 有可能通过努力 可以后天的话 更容易突出自己 然后还有就是 丹湾区的一个私立高中啊 Basis 这个学校考试比较擅长啊 他录取结果也挺好 但是有一些别的一些 一些disadvantage 很多家长不太喜欢啊 这学校呢 他的这个网页展示模式 非常像国内一样 他说我们52%的学生 录取了美国前25的 大学和文理学院 注意啊 大学文理学院 80%就是前50 他们有这个数据 然后他的SAT平均分1450 33 是不如这个学校的 但是呢也不错了 因为私校的话 还可以的 比较小班值 所以这种学校也是不可避免 你需要通过SAT 大于等于你的平均数 来凸显你的这个学术能力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你所在的池子 非常关键 决定你是否需要考 然后最后一点 就给大家讲 因为很多家长 就是比较焦虑啊 其实我们很多工作 就是给大家舒缓焦虑 就是其实很现实 对这孩子来说 我们来看他的各种status 他的各种状态 GPA啊 学习习惯啊 家里边这个氛围啊 包括这个孩子和家长的配合度啊 这些都是我们考量的因素 因为我们安排的活动 安排的课程 孩子是执行那个 家长再喜欢去参与 他付钱也没有用 你付的钱 你孩子不来 我还没要退给你 没有用嘛 对吧 所以我们在综合评价之后呢 我们会加上一些建议 可能家长的焦虑 是建立在他 对那个未来的不确定 和大家周围那些信息 给他轰炸 我们就希望家长 也明确的 因为就那些因素 家长的这个孩子特点 我们也可以努力 通过努力 通过华盛种 解决问题的能力 去给大家做 途律步提升 但是你的时间 越接近申请记 你能变得很少 很辛苦 他们很多孩子 努力的孩子 比你想要的 要幸福的多 当然一些 孩子也偷懒给惯 这无可厚非 永远有 比较偷懒的孩子 再说 这个怎么解决问题 所以 特别是疫情 这一年多 我们来看 孩子面临很多压力 为什么缺乏朋友 对吧 没有这种沟通 家里边大要倒小眼 父母的话 看脸不顺眼 天天学习 不努力 那孩子天天就是玩 他怎么可能 他需要一些沟通 而且人和人种距离越远 孩子这种孤独感 和这种焦虑感会越明显 因为 他只有和同龄人一块 玩这个话 才是在吸收能量 才获得能量 而和家长的话 是在消耗能量 青春期本来 就是一个叛逆过程 他就希望逃出你的手脑 然后你就天天在家里边 盯着他 你得work from home 这就是矛盾的焦点 所以就是家长要互相理解 我觉得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还是那句话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你的预期 要和你自己的能力 做一个非常完美的匹配 只有这样才能走得很远 要如果家庭不一致 那我们做再多的工作 都没有用 因为我觉得大学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规划 就是大家在做一个比赛 做一个游戏 怎么去赢这个比赛 你要付出大的努力 焦虑没有用 焦虑只会增加 你的这个思想负担 而你认前到个问题 那就解决问题吧 对吧 没有那么难 结论 结论三个点 我觉得就是不擅长考试 我刚才提了几个点 对吧 你尽力的 我能做到极致就行了 我也不焦虑 这都无所谓 然后呢 而且没有一个学校 可以保证你将来就业 怎么着 将来人生怎么着 没有一个学校 他们更多是一个牌子 你拿着牌子之后 真材实际院 还是你平常的积累 和你在工作中的这个 这个经历 还有你大学里边 是否充分利用这个资源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这个之后长专题 大学里边怎么用这个专题 就是牌子 他只是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门票 进去的话 你怎么在舞台表演 怎么有没有去看你这个节目 那就完全看你自己了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牌子 而忽略了自己的 在本科的积累 而导致去了 就变成一个 就混得很差 他永远找不到原因 因为他 他只注重面 忽略了理的 他就这个就完蛋了 然后第二个擅长考试答案 乘胜追击火力全快 就像我一样 我是在别的地方 全力以赴 而你的孩子 如果擅长考试 那就真的是 要投入时间 精力 资源 去把他的分数 达到一个极致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那个客 你如果到那个 编辑校园递检 那个点就别玩了 你就把精力放到别的地方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 明明是很懒 裸口就很高 然后呢 平常也 你看这也不能学 赶紧来报我们 这个SAT补习班 去把这个成绩拔高一下 或者支承自己的上限 那么老师会给你个评估 你的上限能达到什么学校 能够提高多少分 你有个处 你就不用浪费时间 在别的地方 第三个啊 就不确定不确定 那我就做测试 网上有免费的测试 或者报我们的那个班 你可以都可以 这个就是根据 根据家长需求 就是还是要知己知彼 我觉得这是根本 很多人的这个焦虑感啊 或者压力来自于 对自我的不认知 就是不认同自我 或者是对现实的 这个理解的有趣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好来 谢谢Ben今天 这个非常详细的分享啊 那个刚刚有很多家长 在问你能不能回去 刚刚那个SAT报名的 联系Linsey老师的方式 那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那由于下一周呢 是Thanksgiving holiday 所以我们的讲座暂停一周 今天也非常感谢 Ben老师的分享 那有需要的家长呢 可以扫描屏幕上 我的微信二维码 想进入到我们的 家长群当中呢 您加我微信 我发邀请给您 如果您想要咨询 关于大学申请 和这个高中规划的问题 那也可以联系我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